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说过很多次 说不可以这样 但是说不听 所以台南市消防救 以罚及罚款一千四百块 你好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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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地点呢 救护车很近 广告会 刷到同一会 经评估之后是处于轻震 飞游危机 紧急个案 男人说自己正义 救救救护车来坐去病床 不过救护轢 感觉他不说太严重 所以提示会拖车会陷阱 如果技术委员的车开始 他就把救护车当作特殊是在坐 轻震的症状 例如说会主触 脚麻 脚痛 空呼吸喘 间跟一间的间隔大概隔了四个小时而已 会等自己去找医生 不是变得很轻轻 男人也会严肃靠给他医求 上级通计他过来到过三十礼拜 十礼拜是二十礼拜 他是不是有什么补充还是恶意的 再来再来讲这个是不是太便宜还是不便宜 若博人的行为寄给你们玩 有会讲到没会 只好给他开团 检队会经济使用管车收费 如果未来收费票券 可能会更便宜 滥用的这个处罚能够再加重提高那个比例 那这个要经过专家的大家的一起开会会商 寄给主管 寄品种 丹苏兄 小宏教 接着开团给他建议 可能希望丁队主管 可以寄给真正有需要的人